哈喽 现在已经在卡车上了 我到公司去拿车 去拿货柜 现在已经9点16分了 前面那台车都是我们公司的车 在修理什么的 我是不是认识的 我们公司就在附近 就office 刚才我们这里是停车的地方 那我们公司还有仓库的吗 转右边先 转右边车 转右边 今天洛杉矶天气挺好的 就是这个路比较颠簸 美国的路都是不怎么平滑的 好 好 在这边 轻一轻一些 好 轉左邊 公司已經上班了 開了門 一個拿支票 開了門 T661 看見了 T661 在這裡 你看 對著這台 就是了 好了 掉個頭先 掉個頭 我現在倒車掛那個貨櫃 再前面一點先 那現在呢 我已經把那個貨櫃已經掛上去了 然後呢就準備啟程到德州去 但是在去德州之前呢 那我還要調那個工作的報告 因為那個出車之前呢 一定要把那個 那個計劃那個上班啊 休息啊 休息表這些東西要做好 這些才能夠出車 不然的話 有警察查到你 你沒有那個工作記錄是不行的 所以我必須要找個地方停 剛才呢 那個倉庫 因為有車 有一些貨車貨櫃啊 要 要 停車的原因嘛 所以我沒有在那裡 那我找另外一個地方 停下來先 也是我們公司的一個停車的地方吧 大概 好啦 好啦 這裡進去就行了 都是我早上來這裡 拉車的嘛 在自己這個地方 好啦 停下車 把那些 該做的先做好先 那個還有GPS的路程的表 把那個車 都已經裝上了貨櫃了 就停在公司的附近 準備檢查一下那個車 首先呢卡車司機呢 在出遠門的時候啊 就要檢查一下這個車輪 看看有沒有氣啊 一般用個錘子 那你用腳也可以 嗯 但我們不是每次都固定一個貨櫃的 啊 就是 我們 就拉一些不同的 有一些新有些舊的 櫃啊 所以要檢查一下 啊 盡量在途中呢 減少一些麻煩 雖然呢 哪怕是那個輪子 要是 嗯 煤氣啊或者什麼的話 都直接可以打電話到公司 他們都會 都會直接 叫人來維修的 啊 不過首先出車之前呢 也還是要 要看一看 這個車 啊 有什麼 嗯 不妥的事情 然後才能安安心心的 去 那現在也已經 基本上已經 已經檢查過了啊 檢查過 然後呢 再檢查一下啊 這些接口啊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鬆動 這類的東西 好像檢查過沒有什麼 什麼別的情況 這些 嗯 好 都 都是還是可以的啊 這樣 就是例行檢查吧 因為 也不是說 自己是什麼維修之 維修工之類的東西 好現在上車 準備開車咯 這一趟 上車先 先上車 OK 嗯 謝謝 好 嗯 那現在呢 那個卡車呢 我該檢查的 都已經檢查好了 把那個 導航的 都 已經 把地址 都已經 寫上去了 然後呢 那個 這個工作記錄的 一個表 都已經填好了 之後 基本上 那個輪胎啊 搞好了 嗯 那現在 該是 要 出車的時候了 嗯 這一趟呢 估計 今天已經是禮拜六了嘛 大概 五天時間吧 五天了 好 還要看那邊的 卸貨的時間呢 之類的 那雖然呢 我現在拍的視頻啊 分享呢 就是 一些簡簡單單的 但是也是不是簡單的 就是每一個卡車司機啊 嗯 從 在家裡 上班 然後回到這個 車廠 那怎麼去 槍庫 然後 拿貨櫃 之後 檢查一下 這些 都是一種 嗯 真實的 一種 情況 就是 現在此時此刻 我 做的事情 而不是 就 在家裡 跟大家聊天啊 該 該怎麼怎麼樣做 怎麼怎麼 啊 因為你在家裡 你準備 當然好了哈 準備了 該講什麼 不該講什麼的 就是好像是一個 主持的 那當我現在是 很隨意的 沒有準備的 跟大家 介紹我這個 開卡車啊 這樣的 真實的情況啊 所以 也沒有說 呃 語言上的加工 反正 就 就是這麼 這麼回事啊 好了 現在呢 基本上呢 就聊到這裡 OK 那一會兒 在路上 我繼續跟大家 分享 OK 我也準備出車 現在是 10.03分 喝杯水 嗯 OK 耶 拜拜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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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